大家好,我是杨阳 今天用土豆给大家分享一个薯片的做法 焦香酥脆,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 首先准备两个土豆去皮 然后把土豆左边和下边切下去几片 改成一个长方形的形状 然后准备一个波浪刀 把它切成均匀的薄片 像这样就可以 这样切出来的土豆片不仅好看还好吃 切好以后把它泡入水中 倒入适量的白醋 搅匀后给它泡上三分钟左右 加白醋泡了以后的土豆片炸出来会更加的酥脆 家里没有波浪刀的话也可以用刀切薄片 或者用刮刀也是可以的 土豆片泡好以后把它捞出来控水 这个时候土豆片含有的淀粉已经被洗掉了 筷子下锅起小泡泡 油温大概130度左右 下入一半的土豆片 小火慢炸三分钟左右 先把它炸熟炸透 然后把它捞出来控油 这个时候土豆片很软 小心把土豆片弄破 剩下的土豆片炸完以后呢 把油温升高190度左右 把炸好的土豆片下锅 用高油温把炸熟的土豆片表面炸酥脆 中小火把它炸到焦黄后捞出控油 然后趁热撒盐 自然粉 辣椒粉 还可以再来点椒盐 拌匀以后就可以吃了 经过粗泡的土豆 做出来的薯片上色效果非常好 吃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酥脆 即使放到第二天还是非常的酥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